美国志兰NBA新球季将在台湾时间10月23号登场 魏敏军波士顿赛尔提克他们举办了季前的媒体日 要来聊聊球队展望 不过这些记者啊披头就问他们奥运的经历 这让两大球星都觉得好尴尬 主要是因为Jason Tayton他入审了 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上场 而FMVPJalen Brown他更是根本就没有入审 被视为是最大遗珠 两个人虽然很努力的回答 但听着听着也听出心酸的味道 上个赛季风光打下NBA总冠军 或是顿赛尔提克金测机的目标 当然是朝连发迈进 季前媒体日大伙开心拍照拍形象片 但记者们的发问可不赏脸 发问第一题差点就让FMVPJalen Brown笑脸冻结 结伦笑着爆粗口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身为总冠军战最有价值球员 他根本连美国南篮都没入审 想打奥运一名机会 不说是一大遗珠 但要说最尴尬的绝对是这一位 当家巨星 JasonTaytonNBA飞天遁地 但巴黎奥运苦作冷板凳 被记者问到奥运经验如何 Tayton表情也逐渐五旁 我觉得没有经验的经验 经验过也许过 在家库剧中的经验 但我信不信 都会有原因 我会给你一分钟的活态 执开2K 照片的新执张 那件事 不知道 什么原因 我没有解开 佈但是 我信不信 现在的事 沒有翻臉 好好回答 但也不能聽出Tayton心中 確實在意 也確實心酸 但過去都過去了 金牌也拿到手了 眼前目標是台灣時間 十月二十三號開始的NBA新賽季 也許帶著綠山軍挑戰連霸 會是JasonTayton 與Jalen Brown 雙J再一次證明自己的大好機會 環境新聞 張環圈長 我報導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